离婚 观止备缺 作者刘晓 现代人往往将结婚离婚当成儿戏 然而在上天眼中又是如何看的呢 晚清民国湖北人熊某晚年浩佛 在北京居住时常去广祭寺 他曾对别人说过自己过往的事情 年少时熊某梦见一个轻衣童子 奉神的命令来召他 于是他跟随童子来到了一座极其雄伟华丽的大殿 上边坐着一位神仙 索穿衣服犹如人间的帝王 神仙问你是熊某吗 熊某回答说是 神仙碎转头对右手边站立的官吏说 可以给他看 官吏马上拿出一个册子让熊某观桥 熊某接过打开 看到上边写着 熊某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 生于某省某县某乡某家为某人子 之后是他长大后所获得科名和官职 他最高可以做到立不上书 不过在其下边还有一行注 因为与某是离婚 所有科名官职一律薛建 官至参谋长职 看到这里熊某还要再往下看 官吏按住了他将册子收回 神仙又对他说 你平生没有什么大过 只有这一件事做得不当 读书苦学本就不容易 你为什么要自己耽误自己呢 今天特意让你提前知晓 好自为之 现在可以回去了 于是童子将熊某送出了大殿 出来后 熊某也从梦中醒来 清朝时尚没有参谋长之职 加上年少气盛 他并没有将梦境中神仙的点画当真 然而他的确在离婚后 科举累势不重 但黄毕某公在辛亥革命后成为都督 熊某被任命为参谋长 熊某方如梦方醒 想到自己试图将终于此 不久就告退还乡 回想一生未同嚼辣 因此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他人 并劝人不要重蹈覆辙 希望借此可以减轻自己的罪过 参考资料 动灵补质